阿信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是從 我昨天看了一下 你是從一個半月瘦了12公斤 然後又從86.6公斤 瘦到72.4公斤喔 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今天聽說好像是 老婆唸對不對 我跟你講 因為我自己真的是從 活生生從86.5 然後到現在 你那個資料應該是我 一個月前的嘛 我今天早上量我是71了 所以我等於已經瘦了 三個月下來大概瘦了15.5公斤 大家有沒有覺得 我們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回憶沙啦 我們今天健康甜點名 新年快樂 我們請到了超級超級的 這個作曲家 阿信老師來到我們現場了 阿信老師 關鍵我們 阿信老師 觀眾朋友說 大家好新年快樂 今天非常開心耶 我能夠上這個節目 因為通常啊 大家認識我 就以前的人認識我 都會覺得 我感覺是一個音樂人 就是作息不穩定 不太健康的一個人 居然能開來上你的節目 不過你很健康啊今天 是要來講健康的東西對不對 今天我們要聊一個特別的主題 其實他今天來 我不想面對耶 因為看到以前照片恐怖 不會啦 其實還好啦 不過其實我跟你講 應該這樣講 其實他今天特別來喔 我們今天在新年的時候 多多少少都會大吃大喝一下 但是我們一定要看一下阿信 阿信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是從 我昨天看了一下 你是從一個半月瘦了12公斤 然後又從86.6公斤 瘦到72.4公斤喔 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今天聽說 好像是被老婆唸對不對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啊 因為我自己真的是從 活生生從86.5 然後到現在 你跟那個資料 應該是我量一個月前的嘛 是72 我今天早上量我是71了 所以我等於已經瘦了 三個月下來大概瘦了15.5公斤了 我覺得減肥這件事情或瘦身啊 你看這個比對就很恐怖 對啊 因為不太想面對我左邊那個 好像我爸啊 我覺得有點像兩個人 對 14.2真的有點像兩個人的感覺 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瘦身是這樣 因為後來因為結婚嘛 然後又有小朋友了 然後再加上自己又比較沒有控制 然後去年你也知道 大家音樂人 我們就是 有活動比較少 就在家裡 所以就很容易就是越來越胖 然後真的是需要有一個很強的動力 然後我的動力說出來不怕被打小 我動力就是 其實我看起來好像表面那個 MV是很酷的人了 但是我其實是非常非常 我很怕蟑螂 我很怕 我覺得男生好像很怕蟑螂 我其實看到蟑螂 還有蚊子我就覺得為什麼 男生都打不到 女生都打得到呢 對 我在家裡我老婆是衝出去看到蟑螂 你不要怕吧 對手就下去 我是手沒有 我身上會摸摸身子啊 就是螢幕形象塑造我是那種很酷的 然後然後我自己也不演也不久 然後我就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就是最怕 現在結婚之後最怕就是怕老婆 怕老婆 但是因為老婆很控制自己 體重很輕的人 對 她是屬於一個非常非常有自律的 因為她身高也不高 所以她就會覺得說 她稍微胖一點點的話 就看起來比例不好 因為她有在拍照嘛 做模特兒 所以她就一直控制她的體重 那像我跟她結婚之後 我們結婚八年 我就開始 欸 奇怪 每年就兩三公斤這樣 最後有一天 欸 怎麼兩個怎麼變86公斤 欸 你那時候出道的時候 是大概什麼東西 我出道的時候差不多跟我現在 其實跟我現在差不多 跟你現在差不多 差不多69 70 所以我現在是換是回到 20年後又回到有沒有 繁老還童的感覺 當年的那個感覺 對對有點回到當年的感覺 所以就是有啊 我覺得剛剛你就是 整個人年輕下來 而且看不出 感覺像以前的你那種感覺 對 然後我老婆那時候就說 她就說 就給我最後的那個叫什麼 通碟 等一下 最後通碟 等一下 不然你可以跟她一起睡嗎 你怎麼知道 女生都死這一招啊 這招欸 這很恐怖欸 就不要讓人家睡 然後不然你要睡客廳啊 你也用這一招啊 我當然不用這一招 我幹嘛要用這一招啊 那麼厲害啊 不是 這最簡單啊 因為這個就是男生會覺得說 蛤 不行喔 睡在客廳欸 對啊 而且冬天今年又特別冷 超冷 超冷的 但是那時候她跟我講的時候 大概七八月 然後我就有試一些方法 沒有瘦下了 沒有辦法 因為告訴你 其實我們已經胖到一個 就是已經習慣那個體重 沒有啦 你就是習慣那個體重 而且重點是 你的飲食 其實我之前也減重過 那減重其實要一點意志力 我必須要這樣這樣 就是你 但是你過了那一關 一個關卡 待會我們會講一下 他怎麼減重 因為我們有做字卡 就是我可以講一下嗎 可以啊 他呢 他其實 其實我們在問的時候 他前七天很厲害 就是食譜是早餐兩顆蛋 我們CG卡可以出來 對 早餐兩顆蛋 然後如果是水煮的更好 但煎蛋也可以 然後稍微煎一點點 我想如果我吃兩顆水煮蛋 我會覺得有點害怕 但是我會就是換 我會就是交換啦 然後茶葉蛋好像熱量 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對 那晚餐再兩顆蛋 再加水煮雞肉 16到120公克 60到120 對 60到120克 等於是你第一週的時候 其實86減到82了 那你說你第一週的時候 其實是他昨天有跟我講說 是熱情週 對 那其實四顆雞蛋 這是待會我們會講說 為什麼他 我去幫你查你的減肥方法 是什麼方法 我去看一下營養師 我幫你就是特別 因為你的方法是對的 好 第二週的時候 聽說是你的痛苦期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週的那個CG 我補充一下第一週 好 因為第一週什麼叫熱情期 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我後來瘦下來的時候 真的超多人 超多人來私信 問我的時候怎麼瘦的 我發現大家對我的歌沒有興趣 對我 不會 剛剛就有粉絲 對我去唱得高興 可能這一 如果今天他沒有停止 他可能這一整集都在錄唱歌 對我的社群觸擊率 那我發了照片之後 突然飆高你知道嗎 本來我就發一些音樂作品 然後每天新聞 每個人在找你訪問這個是不是 對很奇怪 然後但是我發現 真的現在文明 當然不是文明病 就大家在文明社會裡面 加上疫情三年 大家都叫外送隨便吃 所以我這次的成功 我覺得我今天我會好好講 但是呢 我有一直強調 我的方法不一定是正確的 要營養失陪了 一樣有方法我查 可是有些地方是OK的 有些疾病不能啊 對有些是OK的 那我覺得第一週熱情 其實什麼 就是因為你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像我們學音樂 你一開始那第一個月 衝動 每天 所以第一週我就要把握 就一次要把它拼到底 所以就是你懂什麼 就要很極端 我自己啦 我真的想說好 我現在要減 那我一定要很極端 就是因為第一週 你可以撐得住 第二週你可能就會開始覺得 倦袋 完了 偷喝一點糖 對 所以一開始我如果第一週 就是有那種 像我有看很多方法 譬如他可能是有什麼 168也可以吃一點啊 或幾天斷食什麼的 然後我想說算了 我就對自己狠一點 然後看到自己的照片86 然後我就把照片放在那裡 你是不是每天放在上面 然後就說 我要快要 快要受不了的時候 就一直看照片 我不能回家 會跟老婆睡 我不能跟老婆睡了 我不能跟老婆睡了 哈哈哈 感覺我好像很想跟他睡 不是啊 夫妻兩次也不想一起睡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你第一週要很把握 因為你第一週 如果發現有兩公斤或三公斤 或像我的話 我是有四公斤 我又突然覺得 哇 有成就感 雖然還是胖胖的 但是好像有瘦一點的 你就後面就可以自身下去 所以我覺得第一週超級重要 對 超級重要 好 第二週我們剛剛有講到 我們快速講一下 第二週你 就是開始就是有一點點倦怠期 因為那個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就是最難熬的一週 因為開始會有一點膩了 第一週會不是膩 你就會被引誘你知道嗎 而且像我家旁邊就有夜室 通化街夜室嘛 所以你知道第二週你真的會很 不穩到味道 你就很想要喝個什麼珍珠奶茶 然後就 你可以點無糖的啊 就是就想說不要 不要 然後而且 還是有熱量啊 必須這樣講 對 然後就想說第二週我覺得是很痛苦的 我個人覺得第二週一定要你要避開這些 所以一樣還是水煮蛋 雞胸肉這些有的味道 對但是我有可以加一點類似像青菜類的 對而且你好像說 因為真的是太會 想要很想要就是有點難熬 所以你會做一些事情來分析對不對 我其實很少看那種韓劇偶像劇 有看到你追韓劇 我很好奇你追韓不韓劇 我那時候嗎 對 那個叫什麼啊 我突然間忘記 就是演 就他老公 我突然問他名字 他老公 這個老公呢 他就是其實他是一個殺手 不是他是一個殺手 但他感覺表面上他是一個雕刻師 那個叫什麼 他叫我忘記了 名字我忘了 反正因為我就是 其實我只是主要 主要是要讓自己分心 我就看 一看就突然覺得韓劇蠻好看的 對韓劇真的蠻好看的 好所以追劇呢 加上就是你就是 做一些比較長時間 你會忘記 對寫歌也是 像我寫歌也會一寫 然後就忘記時間 那你有說你有喝大冰奶對不對 對下午的話 我可能就是要讓肚子稍微填飽一點 每次咖啡是OK啦 他沒有什麼熱量 他沒有什麼熱量 如果拿鐵的話 熱量就稍微比較高 到第三週的時候 你已經是 等於是我們看到 其實已經是第三第四週的時候 你已經進了穩定期了 而且有加牛肉替換對不對 因為你一直吃雞肉 會想吐 會有點膩 就統一個食物 你雞肉有煎嗎 還是就是水煮的 水煮的 對 或者是你可以上網進去 那時候我是訂 譬如說你就是電外賣 舒服的那種 健康餐 吃起來會比較 對 比較好吃一點 然後 烹調比較好 你說你撐過這段時間 食量就已經有點下降了 對不對 第三第四週 那時候很神奇 因為我其實本來的 食量很大 像我晚上如果熬夜 我要寫歌的話 我真的可以吃兩個便當啊 然後再吃一個雞排 那個完全 就覺得好像還沒有飽耶 還可以再配一個真奶呢 可是像我這樣減肥 這樣減下來到第三週的時候 應該說改變飲食 胃 它的需求變小很多 我們進下一頁的那個CG好不好 他其實有講到說 晚上可以 已經可以吃一個宵夜了 對不對 應該是說到第三第四週的時候 就是稍微啦 就是因為就是獎勵自己 那時候應該瘦七八公斤 對 對我就稍微講說 已經瘦到七十六了 對對對 已經瘦到七八公斤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就是配 早上配一些生菜沙拉 因為生菜沙拉它就會有點醬 對不對 對 千島醬喝風醬都可以 都可以 我都有加 我都有加 對 所以就是有一點點 可以獎勵自己的味道的東西 對 那晚上的話就是可能 可能一週可能 滷味是OK其實 滷味 對 但是其實滷味因為它有調味 對 所以它其實一開始 我覺得第一週就不建議 肉片啦 但是像我吃滷味我都吃麻辣糖 所以這個 就還好 對真的不要 就是以菇類肉片蔬菜為主嘛 對對對沒錯 所以這個時候等於是已經一個月了 差不多七八公斤 已經七十六了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個月起喔 你就是已經可以就是說 自然的不會對零食有感覺了 然後吃甜食也沒感覺了 這個很神奇 因為我原本非常喜歡吃零食 我也很愛吃啊 養育片啊 爆米花啊 還有那個 我以前你知道 我在節目中都有講過 以前我在過去的新聞台 當主管的時候 對 我的那個焦糖馬其朵 新插課的 我要怎麼樣 因為我壓力大嘛 就是有時候下午真的公告 你知道每一個記者都知道 連駕駛都知道 一樣要買咖啡是不是 焦糖馬其朵都按兩箱卡這樣 喔還要加糖 所以那時候我就胖 那其實後來知道說要戒糖 戒澱粉 其實一開始真的蠻痛苦的 很難耶 對但是後來就是 你從半糖到慢慢沒有糖 就OK了 微糖到零糖你就OK了 對所以其實他其實到就是 你看減到這個 他身體後來開始有一點點澱粉了 對 你是吃糙米飯對不對 對一開始 第二個月的時候 因為你完全沒有澱粉 其實你的 精神 其實精神會真的比較弱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方法 第一個因為我是比較 然後這個口味比較重的 比較重啊就是比較極端 我覺得如果說你是體力活 比如說你的工作 平常是要花很多歷史 那不行 我是還好 因為我是寫歌作曲還好 是還好的 對 但到第二個月真的就是 你對零食無感耶 就開始你看到零食在前面 你沒有感覺 你會忘記 有點忘記它的味道 像以前看到薯條 我覺得你就自然會 很想吃一根的 對 你那個腦袋 就想起它那個美好 但後來就看到它 這什麼東西呢 就覺得它有點陌生 所以我覺得減重 它其實蠻多是心理的 我發現它不是一個 只是很單純的計算熱量 跟你要運動多少 它其實是一個心理的過程 好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其實它一天吃四顆雞蛋 其實營養師也有說 我們這CG卡可以出來 有這個五個原因 減重應該要吃雞蛋 用好的這個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白煮蛋是非常非常棒的 第一個為什麼要吃雞蛋呢 因為它低卡路里 所以你是用對的 第二個有飽足感 第三個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第四個是早餐吃雞蛋 就是對自己的身體 非常的有益 而且雞蛋很便宜 很好準備 不管是超商啊 或者是你可能自己就是 一個電鍋其實就OK了這樣子 這資料來源是來自 外國的這個期刊 它是有講說 其實減重就應該要吃雞蛋 所以其實基本上你是要 就是等於是說 你吃那早上兩顆下午 晚上兩顆是OK的 但是呢 它這個名醫呢也有減重 他說常見的食物跟這個調味料 食物呢有幾個 跟你好像有一點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有一位名醫他常減重 他用水煮的鮪魚罐頭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吃 然後水煮蛋跟茶葉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你在家裡 來不及用電鍋 就去超商買茶葉蛋 香蕉 那調味料 因為其實鹽的那個鈉含量很高 其實對身體也不好 所以其實在減重的時候 這位名醫他是用辣椒 胡椒粉跟麻糕 麻糕是比較大家知道 就是原住民會用的 那我們 你有吃鮪魚罐頭嗎 我沒有吃鮪魚 那香蕉呢 香蕉我一直覺得香蕉 因為我不太確定 感覺香蕉好像熱量很高 我不知道啦 所以我就香蕉我沒碰 水煮蛋嘛對不對 對 我就水煮蛋 那調味料呢 很少 幾乎這都沒有 好 這是民醫的減重方式 這我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下 另外呢 其實呢 因為剛剛我有說 做了一下功課 其實呢後來發現呢 我們去找了一下 就是阿慶的減重方式 他找了非常多 然後當然成功 我們可以看一下 Before After的照片 再看一下 在看照片的過程當中呢 對 照片可以出來一下下 營養師呢 陳寒昀有指出 他這個阿慶的減重方式 是屬於這個極低熱量的 生酮飲食的減法 一天的攝取熱量 大概500到800大卡左右 其實是非常低的 太水化的量也很低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極低熱量的生酮飲食 它非常的可以快速減重 提供飽足感 跟保持你的肌肉量 同時呢 改善你的血脂 血壓 血糖 跟胰島素的敏感性 我不知道你的血 有沒有散告 其實我減重下來的 真的精神上很明顯 就是整個人會比較有精神 然後比較輕盈嘛對不對 對 但是呢 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方法呢 其實有一些人比較 這個比較適用於 比如說 這義大利內分泌學會有推薦 適用於嚴重肥胖 然後肌少性肥胖 第二型糖尿性肥胖 以及高三酸甘油脂 這個高血壓者 這些呢 基本上呢 基本上是OK的 不過呢 你的這個極低熱量的生酮飲食法 有幾種人不適合 我跟大家講一下下 這個 要注意一下 對 真的要注意一下 因為其實 減重我覺得還是要配合 營養師的這個方法 陳漢育這個營養師 是有講說 根據歐洲回法研究協會 是指出這個呢 像是呢 這個只能短暫時間的進行 對 那就像你剛剛說的 你到了一個地方 一個步驟 像我現在就會加點澱粉 對 加點澱粉 孕婦 哺乳中的婦女 以及患有第一型的 這個糖尿病的患者 重度的慢性腎病 還有就是肝衰竭心率不整 一年內有中風 或者是心肌梗塞的病史 或者是身體虛弱的老人 真的不適合 還有一些部分的罕見疾病 反正這些呢 都是禁止用這個方式的 當然呢 阿清有聽到 就是說減重的第二週 非常非常的難熬 所以呢 他在沒有攝取糖分之下 有喝了這個無糖的冰美式 那當然這其實也有一些 副作用啦 那就是說 他因為產生的銅體 會通過這個 頻繁的排尿量增加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脫水 或者是說 電解脂瘤失 因為我水分其實 補充還蠻多的 對 所以 我不但補充水分 那有一些些的 會有一些副作用 不過其實只要你攝取 2000cc的水 就會緩解那些 我們剛剛說的不舒服 那在這提醒 剛剛我有講到那幾個 就是病患的人呢 基本上呢 這個方法 就是不管的減重方式 你還是稍微的詢問一下 你的營養師 會比較OK 對 保持健康 對 那其實阿清 你提到就是說 其實你好像 後來有偷吃一點零食 對不對 一定會的 但是我 吃什麼零食我比較好奇 沒有啊 就是可能就會想說 吃一個小蛋糕啊 或者什麼 對啊 但是我覺得應該這樣子啦 就是我自己覺得 我有受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然後我就給自己小獎勵 剛剛有講 就是讓自己獎勵一下 對 但是 那個就是一點點 就一週可能一次 可是我告訴你喔 這個營養師有講說 你這個方法 其實你可以獎勵自己 可以吃什麼的意思 我告訴你好不好 所以有零食是可以吃的 你猜猜看有什麼好不好 我猜 堅果類的吧 對 還有 還有什麼 你想 意想不到的 牛肉乾 牛肉乾可以 對 當然也不能大吃一包啦 對 小魚乾 有蓬條的啦 有蓬條的牛肉乾 就是那個小魚乾 了解 對 還有黑巧克力可以吃 喔 所以你說黑巧克力好像是可以的 健康的 就是他有說 你如果是選擇這樣的減重方式 就是你沒有上訴時種疾病 我剛剛再講了一次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我待會可以回看一下下 就是你如果採用這個所謂的 極低熱量生酮飲食法的話 可以吃黑巧克力 還有牛肉乾 堅果 小魚乾 去滿腹你的口腹治癒 然後不會影響減重的這個效果 當然我還是提醒一下下 因為剛剛如果大家沒有聽到 因為我覺得 還是要讓觀眾朋友聽到 就是說孕婦 哺乳中的婦女 以及患有低型糖尿病 中度的慢性腎病 肝衰竭 肝衰竭真的真的 還是先不要減重啦 心力不整 以及一年有中風 或心肌梗塞必死的朋友們 或者是身體虛弱的老年人 以及部分的罕見疾病 這個方法可能要不適合用 對 而且我建議大家 就是在減重之前可以 如果 因為現在都蠻多養屍的 你上網搜尋一下 對 其實大概都可以諮詢到 我們在過年期間 其實就是 其實如果你就是 現在我們如果已經是 要稍微要復工也好 或者你已經發現 你出一出二出三 吃太多了 除夕就開始一直吃 如果你要減重 要用阿晴的方法 可以就以上數十項 沒有這個疾病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而且牛肉乾我們過年會吃 小魚乾我們也會吃嘛 其實但是你吃太多也不行 對 沒有啦 堅果的量其實營養師說 大概一天是這樣的量 是OK的 因為堅果對身體是好的 它是有部分的油脂的 而且他剛剛有提到 因為這個方法呢 不要容易脫水 營養師有講 所以一定要喝2000cc的水 對 所以其實這個方法 其實是還OK的 最後有得到什麼獎勵嗎 除了這些 不用睡客廳啊 就這樣而已 沒有啦 開玩笑啦 其實我覺得 老婆有說你帥了嗎 這當然肯定會有的 所以對我比較溫柔一點這樣 他就鞭子走你 以前是用這個比較多提法 沒有啦 開玩笑的 老婆有在看喔 過年也會看喔 我們的點閱率 已經破300萬了 我覺得其實瘦下來兩個 第一個其實你自己 對自己會比較有自信心啊 因為我覺得人呢 像我現在42嘛 42其實大部分我那時候的同學 一般來講都是稍微有點肚子啊 對不對 身體 然後有了家庭有了小孩之後 所以很明顯 就是我們現在跟以前同學會聚會的時候 哎 就覺得哎呦 奇怪 阿靖看起來身材不錯 怎麼弄 所以他們都會問我這樣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我就剛剛講最好的 其實我自己回饋 feedback 就是早上我現在很早起來要弄小孩啊 上課啊什麼的 以前就覺得哇有點累 現在就不會 我覺得就是很有精神 對 因為你跟我講說 其實我在昨天在跟你聊的時候 有發現就是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 第一個 大家外食變多 就是大家不想出去嘛 就亂吃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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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吃太多了 可是其實我也有叫 就健康蔬食來吃啊 對 可是其實你會忍不住 有時候真的在辦公室 就是叫大家一起點什麼 那個麥當勞啊 漢堡網啊 就會一起就是 麵食啊 對 對 對 那你就只能跟大家一起吃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你有說你在疫情的時候帶小孩子對不對 年紀有點大了 所以有點疲累 在還沒有減重之前 對 會 沒有錯 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說 可能是年紀當然也是一個 然後當然在就是 因為你吃的東西嘛 我覺得負擔會 我覺得像我現在很明顯的對比 就是我現在的飲食改變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身體的負擔比較小 對 那以前很多東西你吃的時候 我剛剛講 我就是感覺都沒有吃飽 可是你吃很多東西 其實你身體要花很多時間 工作去把它什麼代謝出來 對不對 消化也是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就會覺得 很容易疲累 對 這就是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 是我現在精神狀況是好的 我覺得今天的這個 春節過年的健康點點名 真的是太幸福了 因為你知道 又有減重的方式 因為你知道春節過年 真的大魚大餐 真的是很 你可以試著用阿清的減重方式 當然上述我剛好講到幾個病患 有病患的人真的要控制 就不要用這種方式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方式 其實你在開始要開工的時候 你想要恢復一點點 苗頭的方式可以用這個方式 但是我覺得意志力很重要 快剪不下去就趕快放一些 我寫的歌對不對 對 對對對 可以 應該這樣講啦 我覺得過年的健康點點名 就是輕鬆 然後我希望大家就是健健康康的 因為我們真的在過年 還是會大魚大肉 那你有沒有想過你過年要怎麼辦 沒有啊 我就是客製啊 我現在我最好的方法 因為我手機裡面 隨時會放我那個胖分瘦對比圖 你就想到當時胖的時候對不對 要睡沙發 睡客廳 然後看到瘦的 因為我告訴你 吃東西就是意志力 可是黏菜怎麼辦 什麼 黏菜 過年不吃黏菜 就可能就吃點肉片啊 你就吃那個啦 就是吃蛋白質啊 對啊 吃點蛋白質啊 然後吃點蔬菜 就ok了 對 其實就是你 你真的要記得當時胖的樣子 跟現代的樣子 你就會覺得 我一定要忍下來 又再吃呢 那吃呢 階媽媽 那吃呢 後來